Hello大家好,我是佐威拉 我是一个坐标在多文多的九五后新手妈妈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坐月子的一天 录视频的这一天已经是我产后第三周了 生理性大胀奶已经好了很多 所以我现在每天能睡六小时整觉 早上六七点起床蹦第一次奶 现在我和Jerry已经达成默契了 早上拍拍她,她就会去帮我拿蹦奶气 一晚上没蹦,胸口还是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 所以一般都是Jerry抱我起来 再靠在Hasband pillow上半睡半醒的蹦 我每次蹦大概20分钟 这时候后后都会跑到旁边陪着我 蹦好之后呢,Jerry就会把奶倒进除奶袋封好 因为我现在每天白天都是轻微 所以她会写上日期和奶量冻起来 方便以后再用 蹦奶气我都是用完放Z block里 然后放冰箱 下次要用的时候拿出来直接用 晚上阿姨洗奶瓶的时候会一起洗的消毒 这样就比较省事 蹦完这一次我会继续再睡到八点过等果果起床 岳嫂阿姨会把她抱过来帮我给她亲胃 我这个哺乳枕是my breast friend的 推荐亲胃的妈妈们都可以闭眼入 宝宝躺在上面喝奶 头部还有个微微凸起的支撑 还吃你 简直是心胜而合新手妈妈友好 两个奶都让她吃一吃吃空了 这个头怎么就转过来 没味儿不就去了吗 其实在歇货前我本来只是想喂出乳的 但在果果出生吸了第一口奶之后我就动摇了 中途都会给果果拍次隔再继续喂 早上亲胃第一次 阿姨建议我两边都给她吃一吃 一边吃20分钟 她就能吃到有脂肪含量的厚乳 吃完爸爸都会给她拍隔 再陪她说说话 然后我就可以去洗漱了 我习惯先洗洗脸清醒一下再刷牙 刷牙我还用的是这种软毛牙刷 之前在孕期必备好物视频里有案例过 白菜架很适合孕期和产后牙龄敏感的时期 刷好牙之后呢再好好护个肤 孕期一直都用成分简单的护肤品 就没有办法抗老 最近很喜欢雪花秀今年新出的这个超速时光精华 她主打抗初老 很适合20多岁刚开始尝试抗老产品的女生 她上脸非常好推开 淡淡的人声味竟然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治愈和安心 用了大半个月之后 我感觉最明显的是她的舒缓维稳的功效 卸货后激素波动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皮肤状态还是很好 卸货前我特意把头发剪到很短 这样每天起来只用梳两下就好了 上厕所的话 我都会先用Frieder Mom的Upside Down Perry Bottle 接上温水 上完之后用这个冲洗干净更方便卫生 另一边Jerry陪果果玩了一会之后 就会给她穿上衣服 因为月子里她热疹很严重 吃奶只能光着吃 一般这样弄完阿姨就做好早饭让我们下去吃了 三周的果果开始学着适应拍睡 我们在楼下她就是在Nugget沙发上睡 把这个小祖宗放下 Jerry会先给厚厚准备早饭 然后我们再吃 看看今天的早饭都有什么 这个是各种豆豆 桂圆 鸡蛋 红枣的杂粮粥 配阿姨亲手做的肉馅饼 每天我都盼着阿姨又做了什么好吃的早饭 因为母乳真的超级容易饿 还好阿姨做的面食又好吃又抗饿 但有时候吃着吃着果果会醒 这时候我们就会过去安抚一下 先试试看床中床 妈妈在吃 妈妈在吃早饭了 妈妈在吃早饭 你让我吃个早饭行不行 乖乖 帮你 不行的话再放到stocky上 让他看着我们吃饭 吃完饭我会把厚厚放到后院 用嘴溜下狗 超好 chill chill chill在那儿 good boy 然后我一般会上楼继续睡 之前上午的这一次都是阿姨把他哄睡了 然后放到我旁边继续睡 因为第三周了爸爸也开始觉得带娃了 所以今天他来哄睡 11点左右果果又睡醒移椒 于是本胃奶女工又上线了 这一回占奶不是那么严重 就可以边胃边玩手机 每次清胃或者泵奶我都会用Earth Mama这个nipple cream涂一下 加上果果含字正确 白天清胃也不会有疼感或者破掉的情况 每天上午我还会用一次交运式的妊娠纹油和霜 来防止产后长妊娠纹 这几天阿姨都会来教我们一下各种带娃小技巧 今天要学的是怎么应对他之后可能会出现的胀气问题 第一种就是飞机豹 大概原理就是用一只手压着宝宝的肚子 再捋捋他的背 就能让他舒服一些 另一种是宝宝哭得停不下来的一种抱法 据说这样一晃他们马上就不哭了 学习完过后果果也差不多就累了 我们就可以把他放下吃午饭了 他最近也在开始学着趴睡 这样也能防胀气 头型也能睡得很好看 不过就是小月灵宝宝趴睡 一定要有人在旁边守着 这个是猪肚吗 对 哦 那我多吃点 然后这个是个豆腐和青菜 还有糙米饭 蓝莉偷闲出来把我的指甲给卸了 那天尝试了一下自己剪掉 结果他就是剪得非常的不平 然后就是还是会刮伤宝宝 所以我就没有继续剪了 其实平常我主要就是会带他的时候 也就是给他喂奶的时候嘛 然后现在就发现这个指甲真的长到 已经很方便了 本来想的是生之前会去把它卸掉 没有想到我就是刚刚足月几天 然后就把果果给生了 所以还没有来得及去卸 所以今天终于要去把它卸掉啦 估计以后我们舅舅真的不能做指甲 家人啊我要来这种店卸指甲 我们家附近就只有这种老外的店 为男女工卸好了他的指甲 准备喝一杯水然后去喂果果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每天喝的水 就这个粥都喝的是这种 不知道是啥 反正就是阿姨给我煮的 喝得到一些像是红枣呀人参什么 反正就像中药材的那种水 然后我每天都是喝这个水 就没有喝过白水 阿姨说这个是补气血的 然后喝了之后的话整个人不会那么累 然后气血上来了奶也就上来了 不过我还算比较幸运就是我的奶还挺够的 嗯够到就是存冰箱都存了好 好几大袋了所以就是没有刻意的去追奶呀 去喝下奶的东西 起来吃饭 起来吃饭 月子里的宝宝呢还需要每三小时就叫醒喂一次 喂奶前阿姨都会帮果果做一做排气操防止脏气 有时候这么一样还能排除爸爸 他吃奶就能吃得更好 这个是昨天新收到的阿姨刚帮我消毒好 准备试一下这个lady bag可以接在另一边的胸 这样就可以喂他一边的时候接触另一边的不浪费一滴奶 带上我的工作台 这个东西真的管用诶 转接了这么多 这个lady bag我也是用完之后放冰箱等晚上再一起消毒 果果这顿吃完休息了一会就要洗澡了 嗯嗯嗯 他现在隔一天洗一次 阿姨会煮进银花水给他擦擦 让他的热疹舒服一点 他这副老友刁民要害症的表情 真的是太好笑了 每次hoho和爸爸都会在这看着偷学 要不过去媽的育成只能从学到新生的所在过程中 把这个银杀砍了 对 祝兴 他要做一只银杀 眼睛 洗完澡之后果果就特别容易睡着 因为对月子里的宝宝来说 洗澡就非常消耗体力了 放下他自己就睡着了 因为我这时候还完全不会带娃 所以阿姨每天午休 把他放过来我这边睡的时候呢 都会给他穿上房间跳睡袋 以免他突然醒了 我又不会哄 我一般这时候都会在他旁边刷具 时不时调整一下他头的方向 努力睡出一个小源头 Jerry给我带了可乐回来 我太想喝冰可乐了 然后看一下网上人家喝了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事 好冰好好喝 小朋友睡醒吃完奶 换了一件漂亮衣服 我们拍拍照好不好 我太喜欢他穿这一件衣服了 第一周回来的时候穿过一次 感觉他再不穿的话就穿不下了 漂亮像玉森 太像一个保安啦 晚饭前呢Jerry都会带霍霍出去溜一溜 一块第二汉要吃肥了 我就只能在门口目送了 今天晚上吃饼 还有中午生的汤 猪肚汤 这应该是南瓜排骨 青菜 还有两个酒 这个也是汤 没有灭的 因为还在母乳 所以晚饭后我都会吃叶酸 再吃两颗软磷脂 可以防止晚上太久不泵奶就毒奶 每天晚上果果都是在阿姨那边睡 所以我和Jerry都会一边看个电影 然后吃个水果 干嘛 这时候就感觉有娃的生活好像也没改变我们什么 晚上八点我会再泵一次奶 泵完休息一会儿就洗澡洗头了 洗完之后会用艾草浆水冲一下全身 趁着毛孔被热气粘开了 就敷个面膜 再泡泡脚 晚上迫不及待想睡觉的我都会很敷衍的护肤 一般就是先擦个水再擦个眼霜 手指上残留的膏体我会带到法令纹这边涂一下 然后再涂一个碗霜 最后我会再擦一次妊娠纹霜 吹干头发之后差不多到十二点就很困了 半睡半醒 帮最后一次奶就结束了这忙碌又幸福的一天 给来咖啡